爆炸头,disco,加上辨识度极高的嗓音,提起张强不少人脑海里勾画出这样的形象,粉丝一度称她为disco女皇。近日,张强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,谈了自己的近况。网上对张强的描述常用到特立独行,这说的既是她的音乐风格,也有她的造型打扮。无论是演出还是参加综艺节目,她常以爆炸头造型亮相,张强自己也解释了她偏好这款造型的原因。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,是在一个国外的杂志上,是巴巴拉十岁山演的一个电影,她就留着这个发型。哎,我觉得这个发型挺好看的,我也想有满头的小卷卷。 1985年,18岁的张强发表的音乐专辑就卖到了420万张的销量。1986年,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,成为首位受访的中国艺人。 1987年,张强选择暂别歌坛,但当时签约的公司为了卖出更多唱片,找人假冒她的身影录制了一段对粉丝的告白。 这段告白还让不少粉丝感动落泪。 结果他们就找了一个报幕员,然后进棚,把那个回响加大,尽量模仿我的声音,说了这么一段,还写上绝版。 我说那个谁说绝版,我说我还要回来唱的啊,结果他们为了卖钱就写了一个绝版。 回忆自己这些年的歌唱生涯,张强说,直到现在,他最享受的仍然是在录音棚里录歌的时光。 采访中他还透露,在80年代自己唱英文歌的时候还不会英语,歌词都要靠拼音标注,直到后来去澳大利亚游学时,才真正学会英语。 都是汉语拼音标注的,我比当时的一些歌手好的什么,他们就用中文标注,所以唱的不纯粹,都是很生硬的。 我用汉语拼音标注就比较接近英语。 爱你在心口难开,害羞的女孩,我一见你就笑,张强的这些歌曲曾经一度分离中国的大街小巷。 但当提到对成功的定义时,张强却将孩子和家人的健康放在自己的事业之前。 经历过事业上的起落,张强坦言,他认为对于明星歌手而言,最终的归宿一定是过气,因为舞台上总会有更新鲜的面孔出现。 但是对于自己而言,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热爱的音乐做好,享受当下的时间。 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,一定有过气那天,这个职业就是这么回事。 我就做好我的音乐,你做好你的音乐,你独树一帜,自然就会有人邀请你去来欣赏你。 关于流量的事,我真的不在意。